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去年10月,从美国兴起的反对性骚扰的警力车运动,近期蔓延至中国大陆,在北航、南昌大学及外经贸大的基位教授,性骚扰女生事件,不久前被曝光后, 有武汉大学一些教授,近日发起的LDQUO,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,宣言LDQUO,获得多所大学近百位教师的响应联署,宣言呼须教育部制定反性骚扰法律,严处性侵学生的教师等,有武汉大学新闻余传播,学院10多位教授,发起的反性骚扰宣言,短短几日便获得包括这些教授。 科大、川大、中大、上海交大、复旦等全国十多所高校众多教师的响应,其中包括不少知名教授学者,他们对校原发生性骚扰事件,深感愤怒,对涉事教师,予以最严厉的谴责。 科大、宣言呼须教育部及全国学校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,全国人大制定反性骚扰法律,严惩性骚扰,特别是对学生的性侵,宣言还要求各高校及中小学每年在学生及教师中,进行反性骚扰宣讲,要求所有学校领导在收到性骚扰举报后需上。 报定认真调查,一经查识对性骚扰者,虚开、除、取消教师资格,通报教育部及权威媒体,宣言还强调坚决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,对任何打击保护受害者,举报人、揭露人的行为,及单位或个人予以揭露。 2015年,因仇华一次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活动,而被警方刑拘的五名女权人士之一的,原杭州一个妇女权益机构的创办人武荣荣,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, 对有那么多大学教师,站出来观,助性骚扰问题,感到敬佩和欣慰,他说LDQUO,我就觉得很有责任感,能这样出来呼吁,我很欣慰,我很欣赏武汉,包括后来其他地方加入的这些教授,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,就像警尼车一样,才能够更有力量的应对这些问题, 呼吁多一些,纳磨环境就会对受害者,更有帮助一些,受害者遇到问题就会不纳磨无助,并且他们的问题,才能够被确实地提到解决的日程上。 LDQUO,去年突破阻力成功出港大研读法律的武荣荣表示,他希望基层部门领导层,在遇到性骚扰问题时,首先不隐瞒,不掩盖,要积极作为,严肃处理,然后从国家的层面, 也要制定积极的反性骚扰法律,他说LDQUO,不管在比如说当时我们是在公共交通,还是在学校,还是在其他公共场合,公共环境里面,有关的部门应该,有这样,反性骚扰,一时,最近曝光的好多都是在学校发生的, 那么学校的领导层,就应当重施这样的事情,建立相应的防止性骚扰的机制,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。 第二,教育部要做一些相应的,我觉得这是应该的。 而TCO,全球反性骚扰的紧密出运动,令许多,曾遭受性骚扰的女性打破沉默,其中目前正在美国西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, 原北航博士毕业生罗倩倩,在2018年第一天,实名举报了12年前作为阿富博导的县北航博导,长江学者陈小武,指他曾对他和另外6名女生进行过性骚扰,并随后公布了数份举证词、录音等证据。 北航1月11日发布对陈小武调查结果及处理意见,决定撤销席研究生院、常务副院、常职务,取消研导、教师职务和教师资格。 随后,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LDQUO,长江学者LDQUO,称号,平发并追回以发奖金, 罗倩倩被受关注的行动,被外界称为LDQUO,中国高校版级MeTurtko,在北航公布调查结果的同一天,一份LDQUO,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原副教授薛原委屈及长期性骚扰、女学,声的举报LDQUO, 地址胡贴在网上热传,并引发关注,外经贸大第二天便回应称,已成立调查组,赵鬼正在国外进行短期学术项目研究的设施副教授薛原,而在罗倩倩实名举报前, 有网友去年12月19、20日,连续两天发微博,举报南昌大学国学院女学、声凿副院、长州滨长期委屈和信心, 南昌大学20日晚公布,免去周滨,及曾要求受害者雇及学院名誉,平息此事的国学院院长的职务,停止周滨一切教学科研工作,警方也已进入调查, 此后的12月27日,百度贴法,出现举报,称河北传媒学院、兴安校、居颖、诗艺术、学院教师章、天祥长期用寡科为邪性侵女生, 随后,学院解除了张天祥劳务合同并除名, 据中国媒体今年1月报道,2015年被警方刑拘的另一位反公车性骚扰的女权人士, 现任北京基安德咨询中心项目主管为婷婷, 向记者提供一份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, 近6600份量,本和上百份口述的调查结果现实, 有近70%的受访者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, 其中女性占到75%,性骚扰事件中有近一成诗学生的上级, 包括领导、老师、辅导员等。 此外,超过一半的性骚扰8,生在校外公共场所, 超过4成则8生在校内公共场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